各位好,歡迎收看這一節天文台的天氣節目 我是黎宏俊 香港今天是受到一股偏東氣流的影響 同時雲帶覆蓋著華南沿岸 但到下午的時候,雲層亦有所轉搏 而今日的最高氣溫大概是在23至25度 而未來一兩天,我們會繼續受到偏東氣流的影響 但現時覆蓋著我們的雲帶,就會是轉搏和遠離 所以天氣將會是普遍晴朗為主 而去到周末期間,現時影響我們的偏東氣流 將會是被一股海洋氣流所取代 到時廣東的天氣就會變得是溫暖和潮濕 我們再看遠一點,去到下個星期 預料一個高空反氣船會是為華南沿岸 帶來普遍晴朗和炎熱的天氣 回到香港今晚和明天的天氣預測 晚間是部分時間多雲,明天是大致天晴 氣溫介乎19至25度,吹微風 明天會是轉吹和緩的東風 稍後風勢清靜 我們只望星期五的天氣是部分時間有陽光 而週末期間會漸轉潮濕 在下個星期的日間,天氣是會變得炎熱的 好了,這一節的天氣節目就講到這裡 下次見 我們會見 明天天氣 待會見 與那些天氣 我們會見